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千尘探秘 日本的恐怖文化是非常出名的 坊间流传有43个惊悚的都市传说 最让人不寒额厉的大概就是恶林厕所里的花子 又称作鬼娃娃花子 屏幕花子是它的全名 当时的年纪大约在10岁左右 总是穿着红色的吊带裙和白色的衬衣 留着着夫童子一样的头发 因为死不瞑目 所以变成了王林躲在学校的厕所里 花子的故事不停地在日本各地的学校流传着 也成了很多日本小朋友心中的梦魇 让当时很多日本小孩子不敢独自上厕所 如果你在学校的厕所里 往门上轻轻地敲山下说 请问花子在吗 然后从距离厕所门口最近的一个隔间 开始重复这个动作 一直到倒数第三隔间时 里面就会传出回应 我在这里哦 紧接着这个隔间的门会自动打开 穿着红色吊带裙 与白色衬衣的小女孩 花子就会出现在你面前 并将呼唤她的人拖进厕所里 从此消失不见 这则传说首次出现在日本战后的五十年代 因为历史悠久 关于花子起源的传说有诸多个版本 这里我给大家找到了比较靠谱的两个版本 版本一 在二战期间 日本被美军大面积轰炸 花子当时因为被困在厕所隔间无法跑去防空洞 花子被困住时十分害怕 使尽全力的求救 但同学和教员都各顾自己的世上逃命 无能去搭救她 而后不幸战胜火海 在此之后 很多学生深夜在学校上厕所时 总能听到 打不开 怎么打不开 的声音 更有人甚至传言见到过花子 见过她的人 轻折昏倒在厕所中直到被人发现 重折神秘失踪 常说是被花子带进厕所的地狱去了 据说 越是连带久远 破旧的校园厕所里 越容易碰到花子 版本二 小学生花子一天在上课途中 突然想上洗手间 在上完洗手间出来的时候 撞见在廊厕所抽完烟的班主愣 在当时的日本老师 如果被抓到抽烟 这一生就不能再当老师了 班主愣吓了一跳 恐吓花子不能告诉其他人 如果告诉其他人 就会杀了花子 后来每次遇上班主愣 他总会意味深长地对着花子笑 花子因此内心感到十分害怕 郁郁寡欢 也不敢上厕所 花子的妈妈也发现了女儿的异状 不断问她究竟发生了什么 花子开始是不想讲 但最后还是经不住妈妈的询问 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妈妈 花子的妈妈非常生气 郁告到了学校和家长委员会 家长委员会在日本学校的权力是非常大的 班主任就因此被开除了 也代表她这一生都当不了老师了 以为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吗 并不是 一天花子傍晚直日完后和一个男同学一起回家 回家前花子突然想上厕所 那男同学等他一下 但是男同学等到没有耐性 就丢下花子回家了 花子在厕所中 突然听到有人打开厕所的门 然后从第一间开始敲门 还边说 花子你在哪呢 我们一起来玩吧 花子清楚的知道那是班主任的声音 他被吓到整个身体僵硬住不能动 屏住呼吸 随着第一间门被推开 接着第二间 第三间 终于来到最后一间 脚步声停留在最后一间门口 声音消失了 花子松了一口气 接着声音从上面传来 找到你了 突然间整个隔间门被打开 班主任的脸出现在花子面前 他用力地把吓哭的花子拖出了厕所 并用手捂住了花子的嘴 然后对花子实施了暴行 事后警方在厕所的隔间里发现了花子 他白色的衬衣已被鲜血揽红 全身没有一处完好的地方 连手指都有被扭断的痕迹 花子在下仗前 她的妈妈怎么都洗不掉她身上的血迹 即使是帮她换上了新衣服 隔天一郎会被揽成血红色 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在厕所看到过一闪而过的红色身影 还伴随着天真而又毛骨耸男的笑声 据说花子是为了抓住那个帮主楞 才会在各地的学校厕所中出现的 花子的传说直到现在 一郎经久不息 据说它仍然在不断地出现着 对于花子的传说和版本 大家有什么见解 欢迎评论区讨论 在评论区讨论区论里有点消满的